首先要感谢我的一位订阅者 他的B站昵称是 WHUO3 感谢这位大哥 他给我从美国寄了一份礼物 就在这个盒子里面 其实这个特别曲折 一开始我给他我的收件信息的时候 给了一个假名 大家都知道收快递哪有人用真名的嘛 但是后来就失策了 国际快递啊 必须要用真名啊 这导致我之前的那份礼物 又重新寄回美国 然后又麻烦他重新寄了回来 据我所知 这里面装的应该是 《爱丽版最后生还者2》 这是一个典藏版的游戏嘛 但现在因为来来回回很折腾 我已经不确定这里面是什么了 但是我们赶快打开吧 这个有包装过耶 还有一个卡片 HAPPY BIRTHDAY WISH YOU SMILE EVERYDAY HAPPY 2020年7月17号 非常感谢 我会努力每天的表情都像这个圆脸一样 觉得不是很好 那我们打开吧 舍不得拆啊 Ghost of Tsushima 是对马岛之鬼的典藏版对不对 其实我没有讨厌《最后生还者2》 如果有他的典藏版也是很好的 这个是对马岛之鬼的典藏版 你看一下包装 我相信这个东西可能很多人都没有 他说里面的内容物 里面首先有铁盒版的游戏 然后有一个战鬼面具 哇操这个好帅 地图地图 战棋对不对 静井家的战棋 两个向上的箭头 仿佛是升级一样 还有一个什么 Digital Items 好 那我们拆开吧 哦 好黑啊 上面还有银杏叶 这是游戏 对 是个铁盒 这是一本 哦 画册 后面还有这个武器 画册里面的战鬼面具 我也有 这是游戏对吧 收藏用 让我们来看看机场的吧 哦 我的表情是不是有一些贪婪 呀 小玩意儿还挺牢的嘛 地图 我看看啊 对马岛地图 一字好了 言语言 对 第一张 Toyota吧 公寓 这里是第二张 第三张 上线 这么多 Kamiya Gata 这个地图也蛮好看的 是黑金色的 收起来 诶诶诶 我再看看这个 战棋吧 这是战棋 哦 但是没有杆啊 我又解锁了一个战棋 这个战棋 你们没有吧 静井家的战棋 这个还是蛮帅的啊 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我能够用到 静井家的荣耀 就由我来守护吧 这是什么 桌布吗 这是一块布 是做跑路背包的吗 就先这么摊着吧 我看着也蛮好看的 面具 嗯 最重要的一个了 战鬼面具 诶 好重哦 齁齁 哇哦 面具 这个里面还写着 made in China 看看是不是很帅 外面一层是黑色的 牙是金色的 哦 这个做工真的好精细哦 很光滑 里面是红色的 黑红金 三色 这是油漆味吗 不管了 我先戴上吧 哈哈 只能这样 比划一下了 这个还是有一些大 撒开以静 噔噔噔噔噔噔噔对 我这样子看下有没有凶神恶煞 希望以后我可以在视频里面用到这个道具 感觉自己都厉害了 让我把它挂起来 合适哦 好合适哦 它是一个帅气的摆件 它一定会出现在我的工作室的装饰柜上 看快看多帅啊 我站齐呢站齐 有内味不 这个就是站轨的遗物了 现在我觉得可以打包上路 应该就是简单的扎一下就好了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这是一般开箱会做的事吗 真的 挂在脖子上那是柴犬的违法吧 静景佳的荣耀就由我来守护了 其实也是可以做成包袱的 这要是不是就和站轨的气质不是很符合 这个就是对马岛之鬼点藏版游戏盒里面的所有的内容了 最后再感谢一下我的订阅者啊 我的粉丝朋友 WHUO3 谢谢你送的生日礼物 谢谢我非常高兴也非常喜欢 既然提到了订阅者 我不妨来看几个B站私信好了 来自盲人号 他说 好喜欢你做视频尬尬的样子 嗯 刚好吗 来自565579668751-Bili 他说小宁子你忽瘦忽胖真厉害 谢谢你 我相信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厉害 还有荒野林克 他说 小宁子你是不是拍了一部抗战片 我好像在里面看到你了 我是手撕鬼子了吗 怎么回事 留下你的三连 我 撒开一惊 就不找你对质了 下去 胖死了